以防守建场的两支欧洲竞旅 瑞典和瑞士在圣彼得堡球场交战 双方开场后都以手为攻 虽然多次创造了射门良机 但总是刹那临门一脚 最终双方在上半场都0比0毫无剑术 这样沉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下半场 才被瑞典打破僵局 中场大将福斯贝里接过脱衣沃宁传球 在禁区外正中位置一记折射入网 瑞典1比0领先 十分后的瑞士换上两名前锋 准备放手一搏 并多次获得脚球机会 但瑞典后防稳如泰山 久攻不下 商庭捕食阶段 瑞士迈克尔朗被出示红牌 瑞典获得自由球机会 虽然瑞士守门员左末成功扑出皮球 但最终还是无法力往狂澜 比赛结束时间到 领先的瑞典1比0获胜 球迷疯狂庆祝 CANAPOT, CANAPOT CANAPOT, CANAPOT CUPLES 这就是在起初 这是在起初 在起初 在1994 很多游戒将来 这也是瑞典香港24年来首度杀入世界杯八强 这一支北欧竞旅将会在星期六 在莫斯科迎战同样挺进八强的英格兰